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卡丸,歡迎收看旭哥 屬優攻略,那這是馬賽克英雄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個遊戲呢 這個金色隱藏版神裝的拿法 這個破曉聖會日之界,這些金色神裝 可以免費入手喔,非常重要 旭哥是完全無課的,透過一些方式免費入手 在這集攻略分享給大家 還有這個遊戲的最新最多組的禮包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訊號、獨家最新 好,那旭哥也有設置這個旭哥手遊攻略的馬賽克英雄專區 那這邊有各種馬賽克英雄最新的攻略 最新的福利還有最新的序號啊 各種禮包碼都會放在這邊 還有這個角色的攻略啊 各種轉彈啊、福利 各種最爽的色色的東西都在這邊啊 免費入手這個金色神裝的方法 那完全無課的旭哥已經入手金色神裝了 那在哪裡呢? 點這個神域的無盡之海 神域的無盡之海裡面呢 有這個失落的遺跡啊 這邊就可以免費入手金色的神裝 真的非常讚啊 那我們只要每天刷這個呢 就有這個寶箱 那寶箱就有這個金色裝備資源 就是金色神裝的這個碎片 那就可以拿到刷這個 那像是有些這個紅色寶箱啊 去挑戰之後呢 也可以拿到這個 有機會拿到金色神裝的這個碎片 有沒有?這個就有這個金色神裝的碎片 那建議去刷紅色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到下一關了 所以盡量找有紅色的這個 寶箱 那它的玩法呢 就是說你每次挑戰一個關卡之後呢 它的前後左右就有寶箱 你就可以領取這樣 其實很簡單啊 所以你就盡量選寶箱比較多的地方 前後左右 那續過已經超過100集 可以快速跳過所以很方便 就是這樣 盡量就是選在有寶箱的地方去刷 像這條路線的話 目前前後左右都沒有寶箱 那下一條 就有寶箱了 那綠色寶箱是比較爛的 所以就是不用特別去刷 像左邊這個序哥就懶著刷了 那有這個成就可以解 成就呢 還有可以拿到這個遺跡寶珠 我們解任務的時候可以拿到 那這個可以幹嘛呢 我們點畫面右上角的商店 商店裡面呢就有這個金色裝備支援 這個用16000的這個遺跡寶珠就可以換到 直接換10片 這個也是金色神裝 算是最主要的來源 透過這個遺跡寶珠換 每周可以換50片 所以說是 非常快速 有沒有他每次都給你這些支援嘛 像這個又可以拿到兩片的 就是這樣一直突破 所以拿到100片其實很輕鬆啊 滿容易的 好 虛哥想一下 這次可能走左邊比較好 因為左邊的寶箱比較多 你就要自己去看哪一邊的CP值比較高 去走哪一邊 那最主要是要拿紅色的 紅色的比較賺 像這個紅色的 他就有機會開到金色的碎片 那有時候會沒有啦 就是隨機的 那基本上紅色寶箱是最好的 所以盡量選紅色的 那有些藍色的 綠色的 虛哥通常 就會 比較不會優先選 會先選紅色的這樣 好那這邊又可以開了 這邊又兩個這個金色的碎片 有沒有 所以虛哥就這樣衝 又衝了很多個了 那這個這個有點分散 好可以解成就 大概就是這樣玩 其實蠻輕鬆的 然後還會有這個隨機的盛裝啊 這些可以拿 那重置六次還有這個五個碎片 所以其實這邊就是最好取得的方式 好不好 走中間好 中間好像是可以拿到最多寶箱 你可以自己去算 哪個CP值比較高這樣 好 衝起來 這邊 有沒有 就是一直衝上去 這個不知道打不打贏 戰力高去個不少 打贏了 看一下成就 喔 又解鎖了很多成就 爽 那 大師喔 然後虛哥已經沒有挑戰次數了 尷尬了 那你可以就是 使用這個卷軸它可以再增加挑戰次數 或是說你就可以放棄一下 看你自己的需求 好 那這個就是 免費拿到金色神裝的方式 那虛哥已經拿到了 等下開給大家看 各位觀眾 哇 見證奇蹟的一刻 完全無刻金的虛哥呢 這個金色的神裝 終於可以入手了 這個傳說裝備 金色裝備 需要這個100個碎片 可以把它合出來 好 太緊張刺激了 把它合出來吧 好 虛哥拿到一個 破小聖輝 日之界啊 攻擊加2% 那這個就是 應該是給我們的主力輸出裝啦 虛哥給目前的這個 12星的神角 詛咒之士裝 哇 他一次就加1萬多的戰力啊 超猛 爽啊 那他還可以把它強化 強化就是給他一些 喔 好猛 一次就直接衝到70幾級啦 超屌 好 那他的這個LV呢 最多是可以到100級啊 哇 超屌的 虛哥入手了這個 最強的金色神裝啊 真的太香啦 跟這個詛咒之士的巨乳一樣香啊 兩個都很像 好 完全無刻金的這個 虛哥入手了這個 最強的神裝 衝到73級了 好 好旭哥來分享這個遊戲 最新最拳最多組的 里巴馬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啊 里巴馬總整理 我們首先點畫面 左上角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 點畫面右下角的兌換碼 現在在中間就可以輸入了 那我們輸入2VN20B 2VN20B 按鈴取 就兌換成功 那有288鑽 加兩個轉蛋券 加200介石 按鈴取 就兌換成功 有轉蛋券 介石 還有 0104 按鈴取 這個有兩個轉蛋券 200介石 加金幣 我們就來輸入最新的 MY0104 按鈴取 那這個可以拿到轉蛋券 然後介石 還有金幣 好 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YT0104 YT0104 按鈴取 這個有兩個轉蛋券 然後介石 還有金幣 H1RO666 按鈴取 兌換成功 200K的金幣 將5個轉蛋券 好 那接下來輸入這個 BRIGHT0104 BRIGHT0104 按鈴取 這個有兩個轉蛋券 然後再輸入這個 K70104 K70104 按鈴取 這有兩個轉蛋券 200個介石 還有金幣 FKZJ0104 FKZJ0104 按鈴取 就這個很多經驗值 然後金幣 還有500個介石 N E W H E R O N E W H E R O 那大小寫 大家注意一下 N E W H E R O 按鈴取 又有這個500K的金幣 然後200K的這個經驗 好 那麼輸入這個 N E W F U N N E W F U N 那大家注意一下 大小寫 N E W F U N 按這個鈴取 顯示兌換成功 哇 全到的一心裝 爽 好 那我們輸入這個 N E W S T A R T N E W S T A R T 一樣注意一下 大小寫 按鈴取 哇 300鑽加轉蛋券 加這個 哇 月輝石 月輝贊星石啊 這個超爽的福利 好 那我們輸入這個 P I X E L H E R O P I X E L H E R O 按鈴取 哇 你到這個轉蛋券 加上這個 哇 100個靈魂結晶 好 那我們點畫面 右下角的福利 福利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往這個 右邊滑 滑到最右上角 這邊有邀請禮包 大家這邊只要輸入這個好友的邀請碼呢 就可以拿到這個 500鑽石 加這個 10個轉蛋券 然後這個 五星神角 這個可以免費入手 一隻五星超讚 還有這個100 好 那大家可以輸入旭哥的邀請碼 那你開服的話 就可以領到很多的獎勵 像是鑽石啊 轉蛋券啊 五星角 這些很棒的福利 爽爽的領起來 對你的開局呢 非常有幫助 那旭哥的邀請碼呢 是 3691 D6AFC 0AC 3691 D6AFC 0AC 這個就旭哥邀請碼 在畫面的這個左上方 3691 D6AFC 0AC 好 那今天攻略就錄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 對換碼 遊戲的旭保 需要獨家最新都在旭哥的頻道